騎士正要轉彎 突然一輛雙載機車從右方竄出 只見後座的粉衣女子 先是身子往右歪 緊接著轉彎一甩 女子整個人往後仰 翻了一圈甩倒在地 誇張畫面嚇壞目擊民眾 後方駕駛也按喇叭提醒 騎士趕緊下車查看 兩人就這樣停在路中央 沒過多久才重新出發 離開現場 原來十一號當天 十八歲的孫子 載著高齡七十歲的阿嬤 要去美式賣場 在新竹市園區一路 右轉光復路時 起步過彎加速太快 導致後座的阿嬤失去重心 左搖右晃 最後倒在衝跌下車 突然的話真的是太可怕了 因為你這個轉彎的幅度 有沒有你不知道 前面隨時有什麼狀況 而影片在網路上傳開 甚至還有人說阿嬤已經不在人世 事關人命警察不敢大意 尋現找到當事人 信號只是虛盡一場 因乘坐不慎 因而跌倒 緊手腳擦傷 未如網路流傳 死亡之情勢 年輕人騎車太心急 油門催太大力 才不小心把阿嬤甩下車 信號只有手腳擦傷 沒有大礙 但騎車雙在上路還是要多顧慮 後座乘客安危 華視新聞 莊明憲彭冠林 沈立榮 新竹報導 觀眾朋友有一件事情 不知道你們做了嗎 那就是趕快來訂閱我們的 CH52華視的頻道 而且記得喔 一定要幫我們分享 按讚 還要開啟小鈴鐺 再見